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九位 那么之前人类族群不是有足足十八位宇宙之主吗 这次罗峰所知晓的各族宇宙之主数量中属于极高一个 像虫族和机械族都是宇宙之主数量极少 能不能超过十个都难说 而妖族宇宙之主数量加起来 估摸着最多和人类相当 混沌城主微微点头 我知道的数据怎么 罗峰略显疑惑 他之前的权限是顶尖宇宙霸主权限 对宇宙其他势力的宇宙之主 包括人类族群宇宙之主 很多都是可以查到资料的 按照他查到的 人类族群应该有十五位宇宙之主 怎么十八位 你查到的是十五位吗 混沌城主笑道 不管哪一方实力 总得有一些秘密 像宇宙之主 我人类族群也有未曾公开的宇宙之主 若是不包括你 整个人类族群 有十八位宇宙之主 我虚拟宇宙公司和巨府的五场 各有五位 宇宙佣兵联盟有三位 宇宙第一银行三位 宇宙新核银行 则是有两位宇宙之主 罗峰仔细聆听着 这和自己之前知道的 的确有出入 之前知道的虚拟宇宙公司 仅有四位 显然有一位一直隐匿着 当然加上你 我虚拟宇宙公司 并有六位了 混沌城主微笑着 你也是我弟子中 第一个达到宇宙之主的 至少这一点 我算是在我那位 师弟面前搬回来城 师弟 罗峰眉毛一线 忍不住道 老师有师弟 有两位师弟 混沌城主道 我说的两位师弟 是宇宙之主 说是算上不是宇宙之主的 有好些个呢 罗峰点头 像自己的师兄弟也是一堆 不对啊 有师兄弟 那么就该有个师父呀 混沌城主老师 和两位师弟 都是宇宙之主 等于说 那位师父教导出了 三位宇宙之主啊 这师父是谁呀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我虚拟宇宙公司 一脉的宇宙之主 混沌城主笑道 第一位 龙行之主 龙行是我虚拟宇宙公司 一脉 极早的元老 早早跨入宇宙之主 你也见过 罗峰点头 第二位 我的师弟 冰封之主 非常难以捷迹 极冷漠 极孤僻 但是 在诸多大事上 一直做得很好 罗峰也知道 这位冰封之主 冰封之主乃是近身战超级存在 战斗力极强 也属于宇宙之主巅峰行列 和混沌城主相比 孔派就稍微弱也撕罢了 在浩瀚宇宙中 绝对是极为强大存在 和炎帝比 估摸着 都可能比炎帝强一些 第三位 我的师弟 黑暗之主 我人类族群大小事情 他很少插手 很少现身 甚至都没有几个 知道他存在 当年他在老师门下 也是极为低调隐秘的一个 不知不觉中 他便悄然称为宇宙之主 混沌城主笑着 罗峰暗京 黑暗之主 自己没有听说过这位存在 宇宙各大势力 不知晓我人类族群 有这位存在 当然 黑暗之主在宇宙海中 名气很大 是一位极为可怕宇宙之主 宇宙各大势力 在宇宙海中碰到 黑暗之主 他都不知道 其实黑暗之主 就是我人类族群的 混沌城主道 第四位 幽猴之主 混沌城主道 在你没有进入最高层前 我虚拟的公司 五位宇宙之主中 这幽猴之主 是最年轻一个 并且 他是我师弟 黑暗之主的亲传弟子 啊 罗锋吃惊 幽猴之主 是位极为嚣张张扬 且杀戮战斗极强的 一位宇宙之主 当然 和冰封之主 混沌城主比较弱一些 确实宇宙中 较为强大宇宙之主了 估摸着 论战功 和当年的 血云电竹 伪装出的 实力接近 这样一名宇宙之主 竟是黑暗之主弟子 我师弟弟子 称为宇宙之主 现在 我弟子也成为宇宙之主了 混沌城主 微笑着 从现在起 我虚拟宇宙一脉 便有六位宇宙之主了 好了 我现在便找他们四个过来 至少 我们虚拟宇宙一脉 先聚一聚 混沌城主道 罗锋微微点头 上阵负子兵 人类族群内部 也分成几个小团体 自己一方 虚拟宇宙一脉 自然也算小团体 不过从现在来看 这个小团体 战斗力极为可怕 混沌城主 冰封之主 都属于宇宙中最顶尖的 龙星之主也弱不了多少 黑暗之主 更是神秘不可测 听起来应该能媲美 混沌城主 幽侯之主属于晚辈 战斗力却也极强 罗锋在这个阵营中 估摸着战斗力 也就和幽侯之主相当 当然 这是不将星辰塔计算在内 罗锋坐在那里默默等待着 片刻 远处一道人影走过来 那是身材瘦高 双耳各有一弯脚朝上 宛如两柄镰刀 眉心也有着一个眼睛 全身穿着一套 临甲状的 深青色铠甲 因为是在虚拟宇宙 所以并没有背负 他的标志性的 幽侯刺 幽侯之主 罗锋一掩认出来 当即站起来 罗锋 幽侯之主是一个 充满煞气强者 可他看到罗锋 还是直接走过来 面带笑容 大声喊道 幽侯 罗锋笑道 师伯 幽侯之主向 混沌乘主略一行礼 表示尊敬 虽然这妖紧仅是 示意性地微微弓了一下 却足够了 毕竟他也乃是 宇宙之主存在的 左 混沌乘主道 幽侯之主刚刚坐下 便哈哈笑道 师伯 现在我们虚拟众公司一买 可比巨斧斗舞厂的 宇宙之主数量 还多了一位了 巨斧斗舞厂 那些个宇宙之主们 之前绝一试看我们的眼神 都感觉很有趣呢 是很有趣啊 远处又坐来岛身影 那魁梧如山身曲 延伸出的龙尾 一看便是龙行之主 很久没有看到 巨斧的无常奈群 宇宙之主这么不爽了 龙行之主笑着走过来 也坐了下来 同时也笑着朝罗锋 点头示意 罗锋 你在原始性够厉害的呀 一招灭杀了 六千多名宇宙尊者 那三大联盟 据我估算 每一个联盟 至少损失了约 一件巅峰领域类之宝啊 罗锋摇头道 计算失误了 当时应该和班夫之主 在厮杀纠缠短时间 让更多宇宙尊者 进入了攻击范围的 龙行之主 幽猴之主 都是微微愣 紧跟着 便大叫起来 笑声中一股冰冷气息 并漫观 那是一名背负着战舰的 双臉斑白银发男子 穿着有着血迹的古老战侃 单单从样貌来看 至少虚拟入公司 六位宇宙之主中 这位冰封之主应该是最帅气的 而且符合人类族群内的 整体的审美观 冰封之主 朝昏顿乘主微微点头 便直接坐下 随即目光扫过龙行之主 罗锋 幽猴之主 龙行之主 罗锋幽猴之主 也在和他视线接触时 都微微点头 果然够冷啊 罗锋按道 略微等待片刻 远吹到人影走过来 人影还没有看清的 一股邪忆黑暗气息 便弥漫看来 从无尽气流中 那尸影已然清晰 他简单照着一黑色外衣 黑色外衣内部 便是一银色黑色 结合的七一铠甲 他光头 皮肤洁白如玉 头部上 有着极为诡异复杂黑色密纹 他眼神看向谁 就仿佛是 黑夜中一条毒蛇 在向谁的颈部后面 土性子似的 甚至连周围时空都受他影响 整个时空 都陷入一股气氛围 师弟 混沌城主开口 师兄 黑暗之主开口 罗锋猛然一惊 他忽然发现 自己老师混沌城主 和黑暗之主的巨大区别 混沌城主坐在那里 那片区域便是无尽的祥和 坦荡荡 一片宁静 而黑暗之主所在区域 便是无尽的黑暗 邪义 让人心颤 二者完全对立了一种气息 而且完全不相上下 不愧是能交出忧侯之主的存在 罗锋按道 黑暗之主已然入座 目光看向罗锋 师兄 这就是你的弟子罗锋嘛 北黑暗之主看着 就仿佛一首歇一歌曲 在脑海中不断回荡 让人情不自禁受到影响 如果说幻境流逝不知不觉渗透 将别人引入幻境 那黑暗之主 却是没有丝毫掩饰 谁都知道他这无形的影响 可想要摆脱却很难 罗锋 见过你师叔 混沌城主道 声音一出 周围气息顿时变得温和 扫出了之前那股邪义鬼魅 见过师叔 罗锋道 听说你仅仅修炼了十万年多点 黑暗之主审视罗锋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达到现在这种程度 不愧是师兄无尽岁月来 最优秀弟子呀 罗锋道 其实弟子修炼时间 远不止十万年多点 曾在以时光流速极快地方 修炼漫长岁月 在场包括混沌城主的微微点头 他们这才释然 不过时光屋之类的 要维持运转 耗费能量机位惊人 越是时间流速比例大 就越加昂贵 维持越难 而宇宙延变岁月 本就无比漫长 加上战斗 才是魔力的最好办法 所以 很少有势力安排天才 在某个地方 埋头前修 好 混沌称竹目光一早 现如今 我虚拟宇宙公司一脉 六位宇宙之主齐聚了 顿师在场的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黑暗之主 幽猴之主 以及罗峰 都看过去 聆听混沌城主说话 论师立论地位 混沌城主自然是 虚拟宙一脉领头人 能多诞生一位宇宙之主 是我虚拟宙一脉之福 也是我人类之福 混沌城主笑道 而且我这位弟子 论生存能力 在我们六位中 怕都属于顶尖的 黑暗之主看过去 冰封之主也沉默看向罗峰 真的吗 幽猴之主和龙行之主 都开口 罗峰 一 有天赋分身之能 二 他的其中一分身生命 类似九游之主 混沌城主之心 直接说道 九游之主 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幽猴之主 都吃惊看向罗峰 罗峰道 侥幸 对于老师直接说出这一点 罗峰并无丝毫不满 他很清楚 第一位是靠实力争取的 从现在来看 虚拟宙公司一脉极强 他表面实力应该是在 末尾和那幽猴之主接近 稍微暴露出一点手段 自然地位就不同了 况且 无尽有海分身暴露不暴露也没区别 久如同是 九游之主公开让全宇宙知晓 也没有谁能奈何得了他 罗峰 你的神体海洋有多大呀 黑暗之主好奇到 其他几位宇宙之主 也数词 毕竟九游之主的海洋神体 媲美至强至宝 不知有多少强者暗中羡慕 却不可得 我修炼时间还短 神体海洋还在扩张初期 也就是几百亿公里之境 罗峰道 几百 几百亿 幽猴之主深细口气 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都是一阵 天哪 像离火山 世界树等 那些已经算是超级大的神体 也就过亿公里 须知这般神体 已经足以让强者们绝望了 至于几百亿公里的神体海洋 只能是目瞪口袋 强者们拼命攻击 损耗海洋的速度 怕都远不如海洋自身恢复速度 厉害 佩服呀 这么大神体 黑暗之主 冰封之主 等都开口赞道 并且对罗峰的认知 也改变了 之前只是认为 人类族群是 又多了一个宇宙之主 可罗峰的战斗力 却要比他们低很多 可多了 无尽优海这一项 顿是让他们将罗峰地位 猛得太高了 须知 九幽之主为何可怕 就是因为 九幽之主 每次都敢施展 最强天赋秘法 去拼命 九幽之主即使自爆掉 转眼又会冒出一个新的九幽之主 可对手即便有天赋分身 可损失以强大神体要恢复 这代价都是极大 使得九幽之主 成为宇宙中 已极为难缠存在 罗峰啊 黑暗之主脸上难得有了笑意 以用你的优海分身 施展那宇宙之主最强秘法 然后自爆 这一招 足以让你纵横宇宙了 罗峰笑着点头 是 施展我为宇宙对神力 要求极高 在不朽机时 唯有完美精英生命 才能施展 而跨入宇宙尊者级之后 优海分身神力 都比施展我为宇宙底限高了十倍 体积也有九千多公里高 完全能够施展我为宇宙 直接进行微星宇宙毁灭的 终极攻击手段 像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之所以不敢用微星宇宙毁灭 是因为呢 毁灭爆炸 未能不分敌我 自己都可能延灭 可优海分身却是无所顾忌 不过在罗峰看来 自己现在仅是宇宙尊者 优海分身使用这一招 宇宙毁灭的威能还不够强 带得自己跨入宇宙之主 那这一招 才真正让其他强者净聚 优海分身这一地牌 便足以让罗峰获得特殊地位 混沌城主微笑道 待会儿就要进行 人类族群最高层会议 在这之前 罗峰 对你的宇宙之主称号 有打算吗 宇宙之主称号 罗峰微微死存 刀河网只是你当年伪装的一身份 现在宇宙各族称呼你刀河之主 你可以用刀河之主 也可以自己改 混沌城主道 成为宇宙之主之后 或许有些想法 所以大半宇宙之主都会改一新的称号 像我 受老师嘱托 坐镇混沌城 为了让自己时刻不忘老师的嘱托 于是 我为自己改为混沌之主 罗峰点头 他懂 一些宇宙之主势力弱使 是不敢起一些太尼天称号的 这样会引起一些其他存在的鄙视 而且随着自身实力不同 野心目标等等 也会发生变化 改宇宙称号都是有的 称号嘛 罗峰默默道 有些强者 是以自身擅长兵器来起称号 有些 则是纪念家乡 或者是心中某个执念 有些纯粹是一些野心等等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